市長 校長 高總經理 還有在等各位來賓 我想我做幾項補充 剛剛無論李院長提到的 這個氣候變遷的問題 跟未來的災難的問題 還有食安的問題 其實都是超越國界 超越黨派 跟超越領域的 它是一個 也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 那我也準備了一點小的數據 就補充 食安的部分我想 高總經理已經提的蠻詳細的 剛剛李院長特別提到 台灣的食物的人均的耗用 是全世界最高的 事實上我們的整個 在氣候變遷的部分 我們的問題也蠻嚴重的 我先講水的問題 水的問題台灣的耗水率 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這是另外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在CO2的排放裡面 事實上這幾年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是越來越高 2014的這個 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從2010的2.3億噸 現在升高到2.5億噸 那大家知道這個部分 跟李院長剛剛提的全球軟化 非常有關係 特別是在去年 台灣的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 是10.95噸 每一個人消耗的 人均排放量10.95噸 在1000萬以上人口的國家 台灣是排名第8名 另外一說是排名第4名 所以剛剛李院長特別提到 去年應該是去年12月的離馬 跟今年可能會在巴黎召開COB21 如果說一旦朝向 或是明年 朝向全世界對於二氧化碳的法制化 對二氧化碳排放火的制裁 台灣其實是會遭受到一個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水 那死安或是二氧化碳 那另外一個數據是 2013年WHO統計的這個PM2.5 我想大家昨天PM2.5的空氣濃度 在台北是很差的 扣除中國大陸 台灣的有三個縣市 是排名全世界前十名裡邊 第一個第一名是嘉義 第二名是高雄 第三名是馬九 那大家可以想像 馬祖可能是大陸的空屋直接過去 那大家可能會猜說 高雄應該是PM2.5空屋最大的 其實是嘉義 那所以我要提的是說 就是呼應剛剛李院長 還有高總經理所提到 其實我們現在面臨的是 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那這些結構性的問題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個沙龍談 叫做巨變 因為其實台灣面臨這麼多結構性的問題 如果不再 剛剛李院長特別提到 我們已經到了一個 到了一個這個 BattleNet的一個時候 如果不再改正的話 其實未來的挑戰 非常的非常的嚴重 那我記得 唐獎的時候 這個Brandland的女士 來台灣受獎的時候 她又講了一句話 她說她關注到台灣 對在全球 就是說在化石能源的補貼上面 也是非常的高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就說我剛剛提供的這些數據 其實在凸顯 台灣這些問題 其實都不是單一的問題 它其實實安跟產業也有關係 產業能源 還有整個污染 還有整個大家的耗用能源 或是大家的這個生活習慣 我覺得都可能是要面臨 重新的一個調整 那這也是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請到幾位貴賓 來這邊跟我們做營煉 我想我先做這個部分的補充 那就請校長再去